来! 怎么自己人炸了啊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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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炸掉了 可以IO去 欢迎收看小风的视频 喜欢的话就关注一锅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风 今天的依旧给大家带来 全面坦克模拟器 没错 今天呢 我们总算要开始进行 德苏大战 德国战役的最后一章 进攻苏联 据说苏联有非常非常强烈的 最终极的终极武器 而我们德国呢 现在也有丧重以及新的 超超重净的坦克 具体该怎么打呢 我们就试一下 好那这里我们报道说直接开始 据说啊 据说这一章节 算是整个游戏当中 难度最高的一个章节 特别是最后一关 苏联是非常非常难打的 我表示心里压力好大有没有 好的那 我们就开始看一下 总共只有四关 第一关叫做 埃利斯塔 第一关 我觉得难度应该还可以 最主要是 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 据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 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打下来 好的 游戏正式开启 血阵苏维 他们红色的坦克 在雪地当中 我觉得应该还好 唐队斯斗击杀所有敌人 已取得胜利 我看一下 对方 首先飞机方面是 战斗机 然后有几架改良型的俯虫轰炸机 应该是对付我方坦克阵地 以及我方的火炮阵地 这里有火箭车 火箭车 主要是打迫击炮的 打建筑的 比较强 海盗坦克 海盗坦克是原来掠夺对方坦克 一定要注意 我方坦克特别是重心坦克 不要跟他接闲 这是啥 熊 哇 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啊 看一下我方 我方是在这一片 河流的这一侧 这个小方块当中 那也就把那个加农炮放起来 德国的加农炮 绝对是最无敌的存在 在河岸边铺成一排 火箭车现在只能往这边放 对对对 两边火箭车对轰 小心 对方的火箭车轰我方的排气炮 呃 不是加农炮 来几个重型的坦克燕车 专队坦克 这个 极重型坦克 我这么大的吗 这能过去吗这里 好来个极重型 这个极重型坦克是有对空能力 非常的强 我觉得再来一些防空炮吧 防空炮得 得打下飞机啊 我去 对方的飞机这么多 基础的坦克兼机车 或者基础坦克吧 包括改蓝线重坦 再来几个 就从这一侧 从这一侧直接走吧 改蓝线重坦 然后包括轻坦 轻炮灰轻坦 呃 飞机就不要了 我们就不打飞机了 水关一定要放 这里千万不能漏水关 水关这边这放一个 阵地当中放一个 放上两个指挥关 使用来增加一下火炮的射速 话不多说 战斗开启 看一下啊 首先 对方飞机直接被我放 我放的防空炮 防空气 但是加冬炮被打掉几个 哇 飞机对加冬炮伤害好高 然后 火焰发二车那边 疯狂攻击 走上 坦克兼机车 哇 哇 休一下 休一下休一下 休一下休一下休一下 休一下 不慌不慌 好 回下修门 上去 nice啊 重坦跟我一起走 火锋中坦好强 重坦 超重坦 看到没有 这几门火炮 我的天哪 跟着指挥关一起走 上 冲过去 对方飞机轰炸一波 火调 火锋 好 好 热机车上了 砍 Min toe 不 working 火锋 走 risk 火锋 红掉FIRE 装上去 维修车 他以为维修车在维修自己的重坦 nice 我都没看见我的 超重型坦克到底什么样 就感觉他的激炮和防空火炮一直在输出 超重型坦克 外加上两个指挥官的BUFF就是 伤害增加一倍 射速增加一倍 简直是一个人形自走炮 只有200点点数 第一个章节干下来了 对方有秘密武器 我只能使用坦克 哇去硬碰硬吗 钢铁洪流 对着我们的机械化推进 撑过所有BOSS 哦 这还是好几波啊 我们要在这个方块当中 然后对面这是第一波 这啥 关键点啊 这对方的海盗坦克也就是掠夺型的 护兵 然后神邦坦克 反坦克火炮 对方第一波是撞击型的 我天呐 肯定是以重坦为中心 对吧 我们的重型坦克放在这里 然后自行火炮放几个 放在后排 它有点像 就是像加农炮 就是可以移动的加农炮 然后坦克兼机车 坦克兼机车本身也很肉 之后维修车是需要有没有维修车 维修车 站在后旁主要用来维修 对方是神风坦克 就你有神风坦克 我也有 不就是护撞吗 来 谁怕谁 然后 对方坦克比较多 我就都来超重坦吧 好 现在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好像前数还够 一辆神风坦克 好的好的好的 那就战斗正式开启 来吧 第一波 哇 你看我疯 哇 这超重坦跟队友一起走 上 超重坦交给队友 因为 哎呦哎呦哎呦 哇 天女散花吗 这是 fire fire 好 对方的第一波那个神风 炸起来挺伤的 把士兵权干掉 对方的坦克以及士兵 反坦克放干掉 好 反坦克干掉 不要让反坦克 哦呦呦重弹 第二波第二波第二波 第二波在果然的后面 我就知道 还好后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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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放了BOSS 我的超重坦在被打 对方 维修车跟上 维修车跟上修 哇 对面是啥对面 我这个好强 这个 我去 这个超重坦 对方是在 顶上 而且有秘密武器 我看一下 对方在哪里 我觉得上不必要上不必要看一下 我自己先杀过去 哎哎哎哎 手楼弹 WIRE IN THE HOLE 走 磁性 磁性吸附雷尸 哇 炸坦克必备 走上去 过来 过来 这边 这边有个坦克 我们现在使用磁性雷 我看到了 对方坦克在往后排运回 想走 哎呦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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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炸掉了 可以 哎呦我去 被对方SMG炸掉了 好第三波看看第三波 场面现在一度十分混乱 我放在超重坦还在 但是超重坦的护甲不多 看一下在哪里 这么多吗 啊 跟队友 这边接线上了 超重坦 哎 维修车 对面第三波是个啥呀 哎 我的BOSS还没看到是什么的就没了 你在逗啊 怎么这么猜呀 他的秘密武器是啥 我这一波不操纵了 好烦 我都没有看到钢铁红灵当中 苏 苏VI的秘密武器是啥就没了 哎 然后看一下 最终把地面部队当中的这个 丧终 解锁了 290的话 我还是升级下坦 指挥官嘛 指挥官有一些 这个指挥官死了一个 买断 让他 把他重新复活一下 下一个关 我 我在旁边看了 我要去 整体的统领圈局 上一波 自己打的嗨 结果我方重坦和对方第三波 接闲战之后 对方没打过我 前三关其实难度都不高 最难的是最后一关 我看一下啊 也就是撑过三波 一堆的步兵 加一堆的改良型重型坦克 我的妈呀 放在中间吧 我觉得加冬炮 因为我不知道对方会从什么地方过来 然后 而加冬炮呢 就是主要的输出点 然后给加冬炮旁边 我要放几个 类似于机箱 机箱堡垒 堡垒的地方 守卫一下 特别是 加冬炮 比较 比较 反正就是对方那种小兵的进攻 这一波对方都是重坦啊 重坦的话 来来来来 重型坦克兼一车 我打他绝对是OK的 改良型火箭发二车 再来几个 就是对阵地一阵轰炸 对方毕竟有士兵 后排肯定还有我最强力的死亡之中 死亡之中 这道强大的冲击波 护甲之州1500 怎么这么抵 这死亡之州行不行 我怎么感觉用死亡之州可能会输 我去 这一波对方人有点多 我 我不要用超重坦了吧 来些轻坦 因为这一波 大 这一波是 除过坦克之外 剩下都是士兵 所以我为啥要放了一些火焰炮 以及一些那个 轻坦 轻坦克对士兵的伤害还是挺高的 走一个防守流吧 特别是我帮炮兵阵地上放一些指挥官 OK 来 战斗开始 走 排气炮呢 加弹炮呢 好加弹炮先出一波再出 fire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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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得住 定得住 还有 熊 熊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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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不急 修 好修满 地走 我这个就是踢上去 这个很强 坦克尖机车的护甲很强 然后加弹炮对对方阵地一阵轰炸 果然背后出现第二波 所有人转火 过来 不慌不慌 在那边的高地之上 开过去 坦克尖机车主要是红坦克 坦克尖机车没有任何的 急跑机枪 所以对士兵的伤害很低 没有机枪 但是对坦克伤害很高 哦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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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中 干掉 好 我开过来 哦 移速好快 我找火了 哎 第三波在中间 啊 火的坦克 不慌不慌 没有时间没时间 没时间在 在救别人中间 我方炮兵兵地 我的 加弹炮全没了 但是 中坛依旧给力 对方已经挡不住我们了 这第三波果然 对方强烈的中坛 跟指挥官走 等下来攻锁 fire fire 一波推平 你挺过了所有波次 我好强啊 太强了 重型的坦克兼机车 这个 虽然我自己操 后面不操作坦克兼机车 坦克兼机车 自己操作的时候 发现有点卡 就是 视野上看不见 好 要看到最后一关了 加弹炮阵地 迫击炮 然后有 特殊武器 来 科技处这里看一下 再升一些啥 基本上没有啥升的了 对空的 来来来 对空来一个这个 战术轰炸机 机密 强大的战机 以及这个 机密德国 概念型战斗机 向敌方发射 EMP 使其瘫痪 不是比尔吧 我这个隐形战机 这个很强 来 这一波就主要打这种 战略性武器 我感觉好多强力的 特殊兵种 我还没有去 用呢 怎么就感觉要结束了的感觉 不行 我这一波 要把死亡丧众 以及这个 隐形轰炸机 全部放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天呐 VIP 这一关是防守 保护我方 VIP 是啥 一缸一百 我这一关 运输机 运输机 极重型的 T-42 超重型 加农炮 急速炮 防空炮 火箭车 必须加农炮走起啊 VIP被炸了就没了 然后防空炮 防空 防空这样吧 来个隐秘型的 战术轰炸机 来来来来 400一个 这还还可以 123 4 喷气是战机 对吧 我钱好手啊 然后我这里 来来来来 然后 死亡之中 死亡之中 我后面手动来操控嘛 死亡之中放在这里 然后 集中型坦克放在这里 之后就没钱了 这怎么玩 即将重坦 这防得住吗 这 主要看这个死亡丧中 它有4500 立场 然后我再把指挥官也出出来 我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里指挥官只能上两个啊 我怎么感觉这关打不过啊 这关 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 来这 怎么把自己上炸了 这个飘怎么有点奇怪 这个飘 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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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 哇 诶 不会吧 VIP 死了 这关不能用超级武器 诶 我被解除职务了 哈哈哈 最后一张打赢了指挥官 他是号指挥官 诶 我被降职了吗 重试重试重试 好的 我现在已经研究出各式各样的秘密武器了 首先这个玩意儿呢 它是会让对方的飞机瘫瘫 就直接去电对方飞机 这样对方飞机就EMP 看到没有 这个这个飞机叫做德国是喷漆是新型概念武器 他会放一些奇怪的电 去把对方 不单单是坦克 还有各式各样的飞机全部瘫痪 让对方无法 无法用了 我这个太强了 这个放EMP这个很强 然后 重型坦克还比较厉害 至于其他的几个 丧中应该是要放在 他的伤害 AOE伤害很高 但是他容易误伤有军 丧中不能随便乱用 所以这个游戏不能随便瞎玩 我方这个集中坦克 他这个机炮 伤害也太高了吧 他这个防空火炮实际上也是有输出的 然后本身护甲也非常肉 对方也有重型 他的防空火炮 可以打好远 看到没有 可以打这么远 看到没有 哇 这个伤害好高 FIRE 为什么子弹还在弹射的 对面根本FIRE 一发直接轰死 打撞 哇 哇 哇 他这个炮 是一个超级爆破型的感觉 哇 你看这重弹 我太黑了吧 他这 这个防空火炮 是可以打地面的 所以很强 不单单可以防空 相当多了 基本上六门机炮骑射 中间这个大火炮 太强了 上海 你看 直接全秒 哇 后期要全靠这种 这种太强了 你看 全部秒掉 哇 好强 哇强力的 我大概知道 我大概知道 他这些特殊兵种该怎么用 真是太强了 好吧 现在看一下啊 刚才我把这个战役重新打了一下 然后这边这个刚才失误了 竟然没打赢 比较尴尬 不过 好在他只要最终章节打赢 前面树莹是无所谓的 然后这边看一下 最后一关的话 我们要防守猪VIP 所以水场那个丧钟 他消耗4500 太占钱了 不适合 然后反倒是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 就是喷气式战斗机 德国新概念战机 向敌方发射EMP 这个很强 这个可以就是 强力打飞机能力 就是把对方飞机全部瘫痪 把飞机全部打下来 这个很强 然后包括这个秘密的 就是战斗机与战术关家 轰炸机核尔为一的秘密战机 这两个比较强力一些 其他其实一般的 对方有个秘密武器 应该是苏联的重型坦克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 这一波我们要防守住 这个VIP的话 一定要注意 守好阵地才是关键 不需要那么多秘密武器 哪怕我全架设炮 然后全满地图铺满炮灰 这才是关键的 好看一下 来就这一名VIP 首先极重型坦克 他本身就带防空的 顶在前面 这个是很关键 然后喷气式战机 这两个是从地面放上去 直接去进攻对方的上方 然后战术轰炸机 再放三个 好空军就这么多 地面现在要放一些其他的 之后就是我放的加冬炮 对对方营地进行一个强烈的轰炸 包括火焰炮 加冬炮一定要多 指挥官全部放在加冬炮两边 给加冬炮加Buff 后排这里直接放维修车 1 2 3 4 5 6 之后坦克兼击车 包括我方要的这个 改良型的火箭发二车 对吧 轰击对方阵地 再放一些 之后轻砍炮灰 放几个 好 然后士兵放在前排 吸引火力 资金不足吗 一块钱都没有了 好现在就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打 主要是维修车 维修这个 我方的这个VIP 超重型坦克 他很关键 呃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打不过吧 战斗开启 看战机非常快 直接过去 炸这个 直接下来 看电磁炮直接 EMP干扰 干扰这个飞机直接下来 然后上方超重型坦克在这里 哇 哇他的 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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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炸了 维修 维修 再说再说 他是个T 他是个T 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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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 可以 好 炸过去 不要接着过去 把对方飞机打掉 好 nice 第一波扛住了 维修好之后 他的CD有90秒 基本上一波只能维修一次 他这个防空无炮 距离非常的远 fire nice 看这个这个电磁 这个好强 这个EMP干扰好强 好 把对方的阵地当中的排阶炮全部干掉 fire fire 炸掉 还有谁 全部灭掉 还有谁 还有谁 最后一个 fire 炸掉 就是这么简单 上一波是我自己在瞎玩 在自己家里放丧钟 把所有人都炸了 这一波怎么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知道你们刚才很多人在刷我菜 我知道 所以呢 这一期就简直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的实力 好 这是好菜啊 我真是好菜啊 好好好 那就战斗胜利啊 只会吧 这一次我以迅雷不激眼而知识 消灭了苏联 最难关卡被我这样打赢了 怎么样 不错吧 好战斗胜利也获得一万多 然后结果竟然亏了好多钱 你在逗我 好 这一天又一个帝国化为了尘土 知道吗 人们总取消我们德国人事无巨细 统统规划 现在他们消不出来了 我们的秘密警察会帮他们闭嘴 哈哈哈 然后呢 战斗胜利 完成战役 冬季风暴行动 对战苏联 大胜 我已经上升到上将级别 然后 原帅 特阶原帅 原帅 好 完成战役 这样应该已经是一统整个欧洲了吧 果然 游戏结束 也就说这一次 德国的战役呢 主要是在于西线 就是对战苏联 对战英国 对战法国等等 这游戏实际上还有很多新的章机 包括最弱机的波兰 你敢信 波兰这个 入侵波兰 波兰就有两个章机 就是主要是防御 波兰的那个部队防御比较强 然后看一下东线美国 美国是空军进攻型阵役 他们的机场更加便宜 而且能产生更多的轰炸机 总共有三个章机 对吧 呃 然后 苏联 最后应该是苏联的章机一表的 苏联总共也有五个章机 是吧 西方之判 看起来最后西方的国度背叛了盟军等等 包括英国等等 呃 丘吉尔的那个英国 那这样吧 我们到时候下一次呢 如果大家想看到 下一次给大家再做一下苏联 至于美国波兰和英国的话 看情况再做好吧 呃 行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今天 你先到这里吧 喜欢本视频的同学呢 欢迎点赞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咯 嗯 大家 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视频 搜索逍遥小凤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